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戰狼的代表人物趙立堅 好久沒有露面主持中國的外交部記者會了 大家都在猜 傳出他已經被調任到其他的職位 趙立堅已經將近一個月都沒有現身 主持這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 那先前還傳出他的妻子在網路上面抱怨說買不到退售藥 引發了趙立堅染疫生重病這樣的揣測 現在中國外交部網站就顯示了 趙立堅從原本擔任的新聞司副司長 已經調任到外交部的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副司長 這下就成了明虎其實的發配邊講